日系车是这个星球上最差劲的车 最垃圾的车 你别管什么什么丰田什么全球销量 那是好几十年的造假的成果 造假的成果听懂吗 都不算数 而且给外国的比给中国好 因为他不敢欺负他美国跌和欧洲跌 咱就说日系车产品的吧 外形人就一个的丑 那是惨不忍睹 用料啊 啥也不是 而且还用什么黑心棉乱七八糟的 你什么先进的科技技术 它都没有 你说这个什么系统啊 芯片的这些都没有 然后发动机造假 听听懂吗 没有动力 变速箱万年不变的CVT 节省成本 节省成本到极致了 为了省油轮胎的宽载 都能给你省了 知道吗 而且安全性 什么热成型缸 车身扭转刚度啊什么的 全都不行 一创直接都不用传三代 没有什么代可传了 直接全送走了 知道吗 像什么高科技产品的 什么手机控制车的所有功能 根本没有 在车内不用连手机 所有软件随便下载 随便用流量免费啥 这些都没有 还给你整个破了 像那个放光连的似的 然后整个那个三十年前的什么卡普内烂七八糟的 你像什么那个自动驾驶的什么激光雷达探头 什么都没有 极致的减配最后还不一定省油 减配到什么程度啊 就连什么那个什么真皮座椅四六放到 我说是啊 什么那个电动座椅调节 在他那都算是高科技了 都算是杀手锏配置 你说他得烂到什么程度呢 回头看一看车内那个非常恶心 非常丑陋的那个全是破黑塑料的那个 那是你还真真能在里边开 别说是给他钱买呀 你就白给我都不要 日系车极致的减配 背后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把车主都给减掉 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说日系车是这个世界上最烂的车 最不安全 最没有动力 最没有科技的 而且那么低的配置该坏一样坏 根本就没有什么省油脾式耐用的 相信这句话的人 这个人有问题 现在就是不是车的问题了 你还认为日系车好 那是你这个人的问题 知道吗 以前买日系车的不算了 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一笔勾销不算了 从现在开始还认为日系车好的 无知或者是重阳迷外 或者是干脆你就是日本贵的 如果从现在开始 你还打算买日系车的 说明这个人 无知无脑脑残 而且宠阳媚外 没有任何家国情怀 给日本鬼子送子弹 花很多钱买一辆烂车 自己不怕死 对家人不负责 听清楚吗 然后忘了他是怎么侵略咱们的 其实你们根本没有 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替咱们革命先烈 原谅帝国主义的暴行 还给他们送子弹的 所以说现在海盘日系车 认为日系车好的人 根本不配做中国人 甚至你根本不配做一个人 道德方面 道德你已经沦上了 啥也不是 没有任何底线 听懂吗 在智商方面 你哪有智商呢 你啥都不是 听懂吗 现在海盘日系车 认为日系车好的这个人 这个人就不配做一个人 听懂吗 你如果对我所说的不服气 好 我开着我的比亚迪糖燃油 你开着一辆同价位 或者同级别的车 咱俩撞一下 生死由命复归在天 全凭看车身刚性 是不是安全 听明白吗 就问你敢不敢 如果你不敢 把你的嘴闭上 开着你那个日系车 在马路上 充当我们的混冲带 也算是你多少为中国 做点贡献了 听明白吗 唯一存在的意义 就是让世人看看 这辆车有多烂 明白了吧 这年轻人 我看 我们下回来 明镜下转发 明镜下转发